不晓得您发现了没有 目前国内的出版社和书店中 常常可以看到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所陈列的宗教书籍 往往并不是真正的宗教书籍 而是混杂了奇门遁甲 人像大权 紫围斗树 天道和神道等等这些书籍 事实上 这些绝对不是世界公认五大宗教 或者七大宗教的一类 这种错误的归类法 不只对于出版界是一大讽刺 也容易误导社会大众 我们现在就恭请圣言法师 为我们开示 明辩宗教书籍的重要 对不起 这个题目是问得很好 我不赞同 因为我是研究宗教学和比较宗教学的人 我花了漫长的时间来研究宗教 研究世界的宗教 并不只仅仅是五大宗教或是七大宗教 所以五大宗教七大宗教 这是因为人数多 因为它传播的时间久 它传播的地区广 所以大家把它们当成了五大宗教或者是七大宗教 如果讲得不好听的 这是五大霸 七霸五霸了变成了 这个并不是很合理的 所以宗教本身呢 我们要看宗教的现象 或者宗教的内容 它是不是所以宗教的范围以内的一种产生功能和作用的一种事物 宗教是什么呢 宗教就是人类在自己的智能范围以内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而希望得到从人以外的神或者是灵 然后在佛教来讲是佛菩萨 以及护法神等等得到启示 得到帮助 启示是直接的让你反映到 帮助是暗中的 所以冥冥中的让你可以渡过难关 像这一些的多是宗教 因此宗教呢 有原始的社会的 原始人类的信仰的宗教行为 另外呢 也有呢 所以文明的 人类的宗教的思想和宗教的这个现象 凡是有宗教现象 宗教思想 宗教行为 宗教功能的都应该叫做宗教 但是有一些宗教是原始的 非常扑术的 它并没有啊 一定的理论 它只有信仰的事实 有现象的呀 事实 而没有啊 宗教的这个形象 或者是教团的组织 或者是教主的这个设立 或者是教义啊 一本一本的经典的这个印刷和流传 因此我们从这个观点来讲 什么 七门登家算不算宗教 这个 紫微斗书算不算宗教 什么神啊 什么牛头麻面啊 什么神啊 什么天啊 算不算宗教 讲说灵异现象啊 算不算宗教 都应该算 不过呢 一个是基础的民间宗教 一个呢 是高层次的 就是啊 高级宗教 就把它这样子来分 如果 这样子分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说 像那一些 扎七扎八的那些书啊 叫做扎书 叫做扎教 也是宗教的一种东西 有人喜欢要啊 他这个不想来拜佛嘛 他没有想要空调自我啊 没有想说什么无常啊无我啊 这种不愿意接受啊 他现在还要有我啊 因此呢 就找这些宗教的书啊 来看 所以这些书呢 非高级宗教的产品 但是呢 它是高级宗教最初的基础 是共同的基础 因此高级宗教 有没有这些东西 高级宗教呢 有的是否定这些东西的 像我们佛教 原始的佛教 释迦牟尼佛时代 一波新象 这一些 一些杂学 杂基 杂性 杂教 统统要把它放下来 佛教徒要纯粹的就是说 以伏法生三宝啊 为异归的 不归于那些说 天神啊 外道啊 一些呢 这个旁门左道 那但是呢 现在我们呢 旁门左道也是道啊 这个天神外道也是道啊 那也算是宗教 所以我们呢 现在看到宗教的书籍 那么杂呢 我们不需要反对 不过呢 应该多多的啊 弘扬宣传了正统的 高层次的啊 佛教 而那些东西 自然而然呢 就会啊 受淘汰 但是很奇怪哦 有一位 很有名的教授 他原来啊 是 研究佛教的 而且写了好多佛教的书 最后结果呢 他偶尔啊 就碰了 这个一本书 是一本紫围斗书 或者是 奇门邓家 类似的书 他一碰啊 他就进去了 他好像是慢入门的 一下子 他就写出书来 从电视上 电台上 以及呢 出版的书 他这个 财源滚滚 这个出版的书 洛阳止归 电台 电视 非常叫做 收视力蛮高 结果呢 他不负正义了 原来的这个 这个书法 他放下来了 专门做这些行业 行业去了 他见到我 我说不好意思 是法师 我现在不负正义 我来做外道 我说你做外道的同时 你也告诉人家 你说这个 你是在不负正义 你是在做的外道的东西 帮人家一时的忙 一个基础 上面还有 很好的书法 等到你们来 如果你这样子讲 那我说要做得很好 很有功德 如果你忘掉了佛教 你否定了佛教 专门来弄这些东西 那你对不起 你过去 数学的 这是为了钱 你出卖了佛教了 你出卖了自己了 那他说 好 我要这样子做 那一个 这位教授 现在还是 还是个佛教徒 但是呢 这是现实的问题 所以人还是要现实了 不现实没办法 但是 现实到说 把佛教放掉了 专门弄外道 这个也是 太过分了 那我在这儿讲 我承认那些是宗教 但是不是高层次的宗教的产物 我承认的宗教 我承认的宗教 我承认的宗教